这就是第四个阶段的格物 一个手机的背后 是十个诺贝尔奖 如果晶体管 激光 原子中 液晶 机晶电路 磁盘 CMOS 光级LED 锂电池 这些东西都是别人发明的 我们只是利用 单一市场的红利 拼价格战 拉产能 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一种智障的困境之一 一旦卡脖子 卡在根上 你就没有办法了 这是我反复强调 在科研界我们有一句话 如果一个实验室 它只能买设备 它最多是一流 绝不是领先 因为能买到的设备 都不是最先进的设备 买到的设备 都是第二档的设备 只有自己能造硬件 能自己有自己的种子 这个才可能是 我们说的 成为这个领域的 一个引领者 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 制造业 包括艺术 我们今天还是要承认 科学的重心在美国 艺术的重心 今天来讲还是在欧洲 中间都是我们今天 中国的机会 我们的大科学工程 我们的制造业 包括中国的抗疫 本质上讲 我们是用大概二流的技术 但是用超一流的社会组织 我们才划得了 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我们先把科学技拆开来讲 科技这个词 大家经常连用 但本质上讲 Science和Tech 这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个密切联系 但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 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今天讨论很多 产业上的卡脖子 本质上是科学上的卡脑子 我前天在天眼 去年在深海所看奋斗者号 一个天眼的总投资 大概是十个亿 一个奋斗者号的投资 大概也是十个亿 华道当时收购 美国侧区公司花的钱 差不多收购的成本 也是十个亿 这种大科学工具 每一个都是十个亿 听起来很大 但是我们今天的 桥税造一公里 是多少钱 在座的各位 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今天在科学的 大科学工程的基础装置上 到底是投多了 还是投少了 科学 从古希腊的时候 带过来的词 叫无用之用 本质上它就是知识 知识没有高低 人人都可以做科学 它是好奇心驱动 技术是有用之用 是由量化目标 所驱动的 而我们谈到的工程 叫围攻之用 你造成这个东西 是要算投入产出比的 它是由经济目标 去驱动的 而我们今天人类 要想再往前走 需要的是大科学工程 这个东西 是由始命目标 大目标 驱动的 这个时候科学家 说的往往不算 两代一星 阿波特冬月 这本质上讲 是科学家 说服了政治家 共同驱动 今天 人类的科技创新 之所以慢了 是因为 我们没有看到 更多的 大科学工程的 这样的一个发现 这是我们应该 努力的地方 1969年 当美国 阿波特冬月 几乎成功以后 这是一个诺贝加获得者 罗伯特·威尔逊 他就想造一个 对撞 粒子加速器 造基本粒子 当时美术也在冷战 他在做答辩的时候 在国会上 这些美国的参议员 就问他 你说 我跟你造这个 这么贵的一个东西 他对保护 这个国家 有什么帮助吗 我是半夜 看了最怕的东西 看完了这个答案 我一身冷汗 他怎么回答 有帮助吗 没有任何直接帮助 除了他可以证明 这个国家 更值得被保护 这就是这个国家 要发展科技的本质 钱可以印 一流的科技 买不来的 必须坚持自主 这就是天眼 存在的一个根本的意义 在过去 我们这种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大家都要去美国的阿利西伯 305米直径 这个是500米直径 所以天眼就fast 500 一个射电望远镜 它的灵魂都是阿利西伯的三倍 所以差不多 现在全球 有一半多的这种超新星 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 超强的词报 包括我们寻找地外行星 要依靠他 这个人叫南仁东 大家可以去看一个纪录片 一眼万年十分钟的片子 男老爷子2017年 因为肺癌去世了 然而这个老先生 也是几乎以己之力 呼吁了几十年 11.4549亿 天眼 94年立项 16年建成 20年 通过的验收 这已经是全世界 在射电望远镜当中 目前灵魂度最高的设备了 在贵州 在平坦 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 500米的一口锅 你想一想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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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